周志斌先生, 你手上拿著這個水晶指針 我們警方已經證實了 是當晚用來拼死丘守義先生的殺人空氣 我都忙很多事處理, 有什麼可以說 這麼忙又急著安排Linda離開香港? 你自己呢?打算什麼時候離開呢? 我沒必要向你交代 是不是你叫二嬸幫你頂罪的?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你自己做過什麼你自己知道 二叔就說不是你親生爸爸 你是二嬸生的, 你叫他幫他頂罪? 你真的不怕有報應嗎? 我沒證沒句, 沒怎麼說 但是, 即使真的, 你也沒資格說我 你為了利益, 你一樣利用身邊的人 不然就在面前罷好人 我只是想拿回屬於我的事 但你為了保護一些根本不屬於你的事 你什麼都做得出來 殺了養了你這麼多年的二叔不得止 還要叫細嬸幫人頂罪? 你自己就可以脫身, 你是不是人來的? 你不要開口唯口說我殺了人 丘守儀是有細嬸錯手殺死的 跟我無關的 我今天搞成這樣, 都是因為你而已 如果我要殺, 我第一個殺你 你搞成這樣是因為你自己 你貪心, 你一手造成的 你怎麼搞成這樣? 說真的, 我不信二叔 就這樣撞到桌角, 就這樣死了 是不是有人趁他受傷, 找到幫他? 你不要讓我找到那件空氣 到時候我看你的價值 你究竟想怎樣? 我只是想拿回我那兩… 我給你三個時間 如果我收不到錢的 你慢慢跟柳Sir說吧 你照顧他, 有一 對吧 對上車, 你看你 來 來… 周志斌先生 你手上拿著這個水晶紙震 我們警方已經證實了 是當晚用來拼死丘守二先生的殺人空氣 你耽誤我? 是你自己作實心去的 由於法醫在死者丘守二先生頭部 發現了第二個 也是真正致命的傷口 所以我們相信殺人空氣 極有可能還留在案發現場 在丘子和小姐協助之下 我們果然在丘守二先生書房的書櫃底下 找到懷疑是殺人空氣的水晶紙震 經過鑑證結果 那個水晶紙震的前面角度 不僅與死者丘守二先生頭部的 第二個傷口吻合 我們還在水晶紙震的底部 驗出死者丘守二先生的血跡 同時更加找到 大半個丘志斌先生里的指紋 證實與死者的血跡是同時間留下的 於是高俊提出了這個 忍蛇出動的方法 丘浩宜小姐自動請櫻 由她親自出馬 因為丘浩宜小姐知道 有件事會更容易令丘志斌先生中計 炸火 炸火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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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好 老闆說你炒了車, 怎麼樣? 還沒死吧? 不錯, 留遠觀察而已 花姐很糟糕了, 腳打石膏也要 有筷子出不了院 那幫人呢? 她跑掉了 不是吧?兩個看不住一個 誰知道晚上在馬路 突然有兩個小妹玩板車嗎? 幸好扭太扭得快, 怎麼撞鬼了? 還有什麼?你放心吧 叫我附近環帶的兄弟全力通緝休自奔 放什麼心?到時候人都走了 幹什麼? 我馬上去找Brian的女朋友 想辦法截居 喂, 進 你好, 你還有我的主持 我是律師 我的客人有些急事 要找十八樓私藏的馬小姐 但是剛才禁止文營, 看他上去看看 馬小姐剛出去了 或者有什麼事可以教下? 那知道他去哪裡嗎? 我記得拿了那些行李箱 可能出去旅行吧? 我們已經放下了 你放心, 我會照顧好的 Noelle說警方已經撤銷了 我對阿姨的恐怖了 謝謝你, 阿姨, 你怎麼樣? 累不累?要不要回房間休息? 不用了 在拘留所, 還休息不夠嗎? 剛才現在這樣的情形 還哪有心情分呢? 那現在已經證實了不是你做 你可以放心 我怎麼無所謂 我正在擔心志斌 現在警察正在通緝他 你說以後怎麼辦? 阿姨 現在你的身體是最重要的 阿姨, 你放心 Charlotte已經安排了這裡 最近我會在這裡陪你照顧你 下一步是怎樣?我們再想 Charlotte真是不說得了 志斌以前這樣對她 她還這麼看著我們 阿姨